你知道中国最大的卡车有多大吗? 仅一条轮胎的价格就超过百万 它的动力相当于一辆全座16节车厢的高铁列车的牵引力 它就是徐工X440重型矿用自卸车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后驱刚性采矿车 这辆矿卡的最大载重量达到了惊人的400吨 评装183立方 堆装250立方 凭借其强大的载重能力 成为矿山行业中不可忽视的存在 它的宽度为10米 长度达到了15米7 高8米 相当于移动三层楼别墅高 开着它就好比拖着自己家的房子在移动 针对视野盲区 卡车也配置了360度全景影像 油箱容量为5300升 百公里油耗1300升 采用交流电传动系统 也就是用柴油发动机来发电 在用电能驱动轮毂电机行驶 这种设计不但可以省油 而且减少了离合器 变速箱 传动轴等设备 这样就可以腾出更多空间来装红 就算满载时 最高速度也可以达到64公里每小时 也许很多朋友问 这么大的车 需要什么样的驾驶证才能驾驶呢 其实 矿用自卸车是属于重型作业车 所以准驾车型为B2驾驶证就可以开这种框卡了